跟随着台湾送爱的足迹 我们跨海来到越南中部的顺化 广治 广平与河境省 目前尚处发展的越南 2012年全国贫富比率为9.6% 而其中有以中部贫困的状况最为严重 不少孩子连基本的三餐温饱都成问题 更遑论求学念书 既望摆脱贫苦 冷战时期的战争 虽然是美国跟苏俄 或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 但是那个越战所带来的代价跟成果成本 结果却是中越的民众在承担 包括像化学药剂 到现在还是一个环境很重大的污染 它的毒素还停留在越南的人民的体内 然后它之后带来的贫穷 也造成了这边经济上面发展 因为相信唯有教育 才能帮助平同脱离绝望 智善基金会自1998年起 先从广治省推行平同助学方案 至2013年已服务四个省共26个县市 包括399所学校 合计超过3000名孩童受到帮助 尽管如此 在越南偏乡只能靠木屋遮风避雨的原住民家庭 就算有政府补助让孩子上学 仍有太多错综复杂的问题阻挠 目前被基金会又同照顾计划任养的胡文野塔尼 是广治省达克隆的原住民孩童 由于当地偏远 上学往返费时 过去因为幼儿园中午没有公餐 一度影响了野塔尼的就学机会 如今有了智善基金会的营养补助计划支持 午餐有着落 也提升了当地学堂的就学比率 不过回归家庭线时 胡文家六口就窝在不到20平方公尺的高脚屋生活 搭建极为简陋 野塔尼的爸爸左脚残障 工作难寻 现在只能靠上山捞矿 赚取每天约三块美金养家 一分一毫得来不易 但就算过得再挣扎 胡文安仍希望野塔尼能上学试字 才有机会跳脱贫穷的轮回 即便离开贫困的越南原乡 遭逢意外 疾病冲击的家庭 孩子的求学路 也可能被迫中断 像是眼前这位长相清秀 住在和静省的小女孩胡适邪 年仅11岁 但身材瘦弱的她 早已扛起一家大小生火 烧饭 洗衣等所物 小邪的家 过去靠着爸爸当水泥工 妈妈种花生补贴 勉强维持佳绩 两年前爸爸意外摔成全身瘫痪 为了给父亲治疗 小邪家背负着4000多美元的债务 家中大哥患有智障 底下还有年幼的弟妹 让胡适邪的求学之路蒙上阴影 或许是缘分使然 担任赤山爱心大使的台湾演员 林嘉丽在知道小邪的困境后 当下就决定出资任养 林嘉丽说自己双亲是听障 她从小就受到各界照顾 如今看到生活窘困的小邪 如果自己能尽绵薄之力回馈送爱 她很乐意敞开闭关 而她唯一对小邪的期望 就是希望她活得多一点自己 她已经做了很多 超乎她这个年纪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她就是 我们现在能帮助她的 就是让她可以专注在她 多一点自己 多一点自己在学习 或是在她的创作上面 林嘉丽才经历丧恶之痛 现在有机会任养小邪 她除了承诺担起这份责任 更感谢老天爷送她这个女儿 让她爱不到母亲的遗憾 在未来有所寄托 然而在越南中部 仍有太多类似耶他米 小嫌一般的贫困家庭 来自台湾的善心捐款 多少能挽回部分遗憾 但要如何建立贫护对教育的重视 别放弃对孩子的培育 或许才是帮助他们最实际的课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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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